主内各位同道同工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可以开始一年一度的 2024年的怀恩堂和周廉华牧师基金会 一起举办的这一次的周廉华牧师纪念讲座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会场 可以一起的聚集不只是纪念周廉华牧师 也是在这里聆听 在各个学者专家对于重要议题的分享 那么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从怀恩堂本地了 但是我也知道有从远地而来的 有从新竹 桃园 台中 有从高雄赶来的 还有国外来的 从加拿大飞来的 从新加坡来的朋友 非常感恩 我相信周廉华牧师纪念讲座 在怀恩堂举行 一方面是理所当然 因为周牧师和怀恩堂的深厚关系 不过也是教会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可以透过讲座的方式来带领更多人认识重要的神学议题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 特别欢迎两位 讲座的专题讲员 就是谢大力牧师 他远从加拿大来 谢牧师下午会分享他的重要研究心得 当然还有本地叶仁昌老师 待会董事长介绍完 致辞完之后 叶老师就要分享他美好的研究心得 讲座介绍人最好不要讲太多话 所以我讲到这里 下面是不是请董事长 王太芬律师 谢谢吴牧师 大家贵宾早 谢谢各位的历龄 我们基金会从2020年举办周牧师百年的神学讲座开始 就每一年在牧师三月的时候 三月是他的生日月 在三月的时候我们来举办年度的神学讲座 这不只是来纪念周牧师 每一年的讲座也成为我们基金会的年度大事 我们感谢主 我们每一年的讲座的讲员都是一时之选 今年也不例外 刚刚吴牧师已经介绍过这两位讲员 他们今年这两位讲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特别要提到 也就是早上的叶仁昌老师 他事实上是我们基金会 小旅居网路读书会 一个非常教座 非常受欢迎的导读的老师 下午场的谢大力牧师 是我们基金会第一届的神学研究讲座的 研究计划的一个得奖人 所以两位都是跟基金会都有一个比较多的互动 那我们也非常开心 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 让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忠孝 以及这个连结更是更扩大 那我们期待这两位今天很精彩的这个演讲 那特别是这两位的这个讲题 都跟文化信仰有关系 所以从这个出发点来做一个论述 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主题 文化与信仰 那在这个也呼应了 周牧师他生前对于这个信仰本色化的耕耘 以及他的努力 那今天除了这两位精彩的讲座以外 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介绍 我们2023年各个的这个基金会的讲座 那我们有三项很重要的神学讲座呢 我们的得奖人以及他们的作品 那另外呢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呢 来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我们去年基金会所做的重要的事工的一个简介 那最后呢我们请吴牧师跟两位主讲人呢 有一个综合座谈 那在这个综合座谈呢 也开放跟各位嘉宾呢 有一个互动的时间 所以各位进来的时候 手上拿的那个手册里面有个白纸 那个白纸做手呢 假设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那你可以先写下来 我们在综合座谈的时候 就可以给这个语谈人呢 来回复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神学讲座的主要的内容 那我们相信呢 今天会都是很精彩 那大家会收获满满 那我们就不多说就开始 所以我们第一场呢就是 叶仁昌老师要来讲的主题是 在21世纪的台湾 谈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那我在这里呢稍微介绍一下叶老师的背景 那叶仁昌老师呢 是台北大学的教授 那现在退休还是兼任教授 他的学术专长是思想史 他的博士论文在1990年就得到 中国政治学会的杰出博士论文奖 那现在在台北新友堂聚会 那叶老师呢平常就是非常对于这个文化的议题 以及文化的使命非常有负担 所以他这个提倡基督徒文化使命已经超过30年 而且呢就委身在这样的一个呼召下 勤于笔根跟宣讲 那叶老师发表了很多的文章 在报章杂志上都超过百篇 那出版七本书 那其中跟文化使命有关的 比如说五四以后反对基督教运动 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 迈上台湾神学的架构 独唱的男人随想手查 这本书后面有哦 华轩有特别带来 大师眼里的金钱 财富的伦理 财富大思考 四大课题 九堂课 这些都是叶老师的著作 那叶老师目前呢持续在大学 开这些通试课程 推动财富伦理的教育 那我刚刚说到叶老师在我们基金会的 这个小旅居读书会呢 是的导读是非常的精彩 那他去年导读那个社会学 韦伯大师的这个基督教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这么艰深这么庞大的作品 叶老师是这个深入浅出 非常的幽默 然后非常精彩 请各位可以上网去看 所以今年呢 老师又帮我们导读了一个 两种上帝 弗洛伊德的问题 路易斯的回答 共有三集 那我们就请叶老师来开始今天的讲座 我们欢迎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